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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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師兄 師姐 大家晚上好 好 我的名字叫余毅寧 我是第一期上長生學 很感謝我的先生 他帶著我一起上長生學 因為我在已經是三年多 遇到那尿瓶的問題 都沒有辦法好好的睡 每天晚上七八次起來 根本沒有辦法去各天去做工 每天都是打個睡這樣 當我上課的第一天 老師說 瓶尿很有效哦 你們就是不妨回去試試看 很簡單就是放在前面就好了 我就很懷疑 因為我在這根本不認識長生學 所以我就回去了 我就試試看 果然那天晚上真的是沒有尿 沒有起來了 所以我就不敢去來分享 是不是真的 第二天 第三天一直這樣下去 就從那天開始第一天上課到現在 我都沒有晚上起來尿尿了 所以很感謝老師 多久了 我在半月的時候上長生學 所以到現在為止 都已經是幾個月 八個月了吧 八個月都沒有半月起來 尿尿 所以我很感謝老師 給我們這個長生學 教導我們怎樣去調整 所以很感謝老師 另外一個真話就是 我的母親 在去年的時候 是 預測到是 末期的大腸癌 她也是在去年做了 電療過後 都沒有辦法改進 那個癌還是一直在過散 所以沒辦法就要把它切除 解除最後一個步驟的時候 醫生就說 是末期沒有辦法 就是只能用化療 因為她年紀很大了 是已經82歲 她也是很擔心用化療 她沒有辦法應付 所以她就拒絕了 當我上完了長生學 老師說癌症的也是可以打電 所以我上完課過後 我不辭勞 每天晚上去跟她調 即使是去調整站回來 也回去去跟她調 盡量就是跟她調到 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當我因為我先生也是一起上課 她也跟我一起去調 所以也是很感謝我的先生 所以當她調了過後 她就根本 她的病情就已經是很好 不會講沒有精神這樣 她醫生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已經說她沒有打用化療的話 她只能活9個月 所以去年到現在為止 都已經是超過了一算的時間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因為長生學 我很用心的幫她調 所以她可以排答 今天是看她過得很好 很精神 所以很感謝老師 我的孩子 我的兄弟姐妹 跟朋友她們都知道 我這些的改變 跟我的對母親的幫助 所以她們在第十二期 有八位同學 也是我們的師兄師姐 她們也是也都一起來上課 所以也是很感謝她們 到她母親那邊幫她調整的時候 當她們打電話給她的時候 她母親有一點 從電話中 感覺到她母親有一點失望 今天你來上個高級班 老師會教你 沒有空到你母親家的話 怎麼幫她調 好不好 好 謝謝老師 如果老師沒有教你 就自己再提醒我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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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雲師姐